第十一屆全亞洲最大的同志遊行 今天在台北登場 有超過六萬人響應 香港藝人何韻詩也出席活動 為同性的權益發聲 一群人起裝一服 有男有女大跳金馬薄昂 不管男生女生都很感笑 都為了響應這場 號稱全亞洲最大的同志大遊行 早就公開承認自己是同志的 香港藝人何韻詩 也到場又輕量的歌聲 鼓勵同志朋友們站出來 為多遠性別發聲 我常常都跟我們的同伴說 因為我們在香港 也是一直在爭取 關於同志的一些權益 然後一些法律想要去爭取 但我們都說我覺得 真的應該最快可以做到 這個同志婚姻的 大概就是台灣 在遊行中還能看到猛男 或是動漫中漫的民眾 還用人打扮成 瑪雅女戰神的樣子 相當引人注目 透過不同的主題 去讓社會更多的 可能民眾們消除對同志的誤解 也有夫妻檔角色互換 讓老公穿上婚紗 支持同志遊行 性別上不一定要 就是男生就男生的刻板印象 女生就女生的刻板印象 那可以打破那個 性別的刻板印象 但在歡樂平和的遊行中 情緒激動的同志團體 在大街上高分被爆出口 喊出不雅字眼 則引起一般民眾的負面觀感 如果因為就這樣的 完全遮蔽掉的話 那我就不知道同志朋友 可以做什麼可以做表達 而針對多元性別 所提出的婚姻平權修法 希望能夠賦予同性婚姻 也已經一度通過 不過在這之前 他們會努力推動性別平等 串聯其他國家的同志團體 一起努力 雲南TV 天佑志軒 特別報導